大家好,欢迎收看NITIA,我是Anita 不知道各位developer有没有用AI辅助写句的习惯呢? 我是说辅助写句,而不是用AI写句 是有分别的 虽然用AI辅助写句有很多好处 但和所有科技技術一样,有好处的同时也有很多坏处 最近我发现用AI辅助写句好不好? 这个讨论似乎成为一个很大的争议 两边的声音也不少 所以今天我会讲一下用AI辅助写句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也会讲一下我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先说明我今天讲的东西完全100%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 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认同 如果你不认同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 但是,麻烦手下留情理性讨论,谢谢! 首先,讲一下现在流行用什么方法写句 第一种,是AI直接进入你的IDE 当你写一下的时候,它会推荐你怎么写下去 还会懂得跟你的Coding Style写 这个方法应该第一个是Copilot做的 在IDE上装了Copilot的Plugin就可以用了 不过现在应该有很多IDE都已经有这个功能 不用再给钱买Copilot了 至少我用Jetbrains就已经有了 而它们的背后应该都是用同一个AI model 不过我没有确认过是否 也没有比较过哪一个最好用 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是正确用的话 它的效能是不会差太远的 另一种就是用LOM 例如是GPT、Claude、Gemini等等 帮你写部分的Code出来 这个方法会需要用Prompt 去instructLOM去帮你写一段Code 但如果你需要它跟你的Coding Style 就要自己在Prompt上给一些Sample它跟 至于那种用Prompt叫AI Model 去帮你整个App写出来的那种 例如是websim.ai 我就不在这里说了 因为我觉得除非是做一些 没想着会Main和Fix的东西 不然只会是一些不懂Coding的人 才会用这种方法去写Code 接着讲一下用AI附助写Code的好处 这个我应该没什么好争议 Copalut给出来的数字是 提升44%Accuracy 和26%Faster Across All Tasks Accuracy有没有提升那么多 我不知道 但速度我自己就觉得 应该不止26%那么少 当然这个数字是说你会用它 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学怎么用的 它吐到Code出来不代表你会用它 只要正常智商的人 都可以使它吐到Code出来 我自己的方法和习惯 待会再讲 但我自己就觉得用AI附助写Code 主要是省时间 尤其是当你的project 本身有很多duplicateCode 例如backend的CRUD API 本身如果你的Code漂亮 是已经可以省很多时间了 不过Copalut就直接帮我 连那一句都省了 别看笑这一句啊 每条API一句 都省很多时间的 就算它写不适合 但它写了个浪漱出来 之后我再加加减减 都省很多时间的 另外有时会需要写一些很繁复 但既定的数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会在那一下Google的formula 再自己用Code 本身这个工作是费事的 但如果用AI附助的话 你只要Defined好 你要那条是什么function 它就可以帮你写出来 你只要make sure 它写的东西是对的就可以了 对于一些很多project 在手的developer来说 它只能帮你这些 已经是救星了 所有科技的东西都有好处有坏处 在那么多人吹捧AI附助寫曲的同时 有一班人会觉得 这样做是人类自骨坟墓 人类之所以是万物之灵 是因为人类有智慧 虽然没有AI之前 已经有很多人失去了这件事 但智慧并不是与生俱内 是需要不断去运用脑袋 去activate内的neural network 到成年之后 这个exercise依然要继续去避免退化 而AI的出现 很多时会令一些人越来越懒 越来越依赖AI 而自己的脑就越用越少 虽然这件事都不是有AI才有 不过以前做developer 最最最最懒 都起码要懂stack overflow 和copy and paste 现在有了AI 就连这些东西都不用懂了 所以很多人都反对developer 用AI辅助寫code 觉得继续这样下去 developer 会失去寫code的能力 最后就会被AI去控制一切 另外就是 如果被junior developer 用AI辅助寫code 会令大他的senior 很难知道 他到底寫得好不好 和有哪些位寫得不好 对于trained新人来说 难度会增加了很多 虽然我的channel和seminar 多数都是说AI 但每次被问到 我到底是吹捧AI 还是反对AI的时候 我都会说我是中立 我认为新科技是没办法阻止的 就算这个世界有90%的人反对 剩下的10%的人 都会令事情继续发展 那既然是没办法阻止 就不如想下用什么方法 去令事情 对人类的好处变得最大 尽量减低坏处 我知道我的力量可能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但至少我可以改变身边的人 说回实际 首先 我觉得coding新手 是不应该用AI辅助写code的 尝试感受是可以的 但在平时写code用 我就反对了 新手写code 就像小朋友写copybook 没错 写copybook 是很无聊 很浪费时间 但除非你是想着 小朋友以后不会写字 如果不是 这个练习的步骤是必须的 Developer都一样 你脑子还没学好coding 你就把任务交给AI 那你又怎样会写得好呢 那你可能会觉得 都有AI了 我为什么还要学自己写code 如果你是以打工的心态去对待coding 那是对的 但如果所有Developer都失去了coding的能力 将来所有code都会由AI去写 人类也不会懂得去evaluate 这样到时人类就应该交给AI去控制了 另外就算你是老手都好 都不应该一下把你的project 车到AI里 叫它帮你搞定它 AI只可以是帮你加快进度 但你一定要知道整个project的code 究竟是在做什么 有能力在没有AI的情况下debook 如果做不到这两样东西 那你就不要用AI了 那实际的操作是怎样呢? 首先你要自己把project的scope break开 有什么class有什么data有什么flow 要你自己设计 之后将整个project的function break down 这个practice本身没有AI都要的了 但很多人不做 所以这些code很难很难命 最好是将一些function break到很小 每个function都真的只会做一样东西 一样东西的意思是 例如这条lockdown的API 要check user有没有permission去call 要check件货还有没有 再真是lockdown 那起码要拆成 check user有没有login check user有没有permission check件货还有没有 hold起件货 return回API result 实际上可能再小一点 但例子就是这样举 当你break到功能很小 那AI帮你做的东西 就只是帮你填上function里的detail 你可以容易判断它写得对不对 而要改flow的话 亦都只是要移动 如何call function的那一层 如果发现有bug的话 例如发现有时 建货没了都会落到单 基本上就是debug check for function 就是call function的那个位置 另外都是没有AI都应该要做的了 就是unit test和code review 千万不要直接用AI写出来的code 一定一定一定要review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步骤 如果做得足的话 就可以做到AI只是辅助 而不是代替你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怎么利用AI帮你省了的时间 如果你不是好好善用这些时间的话 就不要用AI了 至于怎么才为善用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可能要出另一条片去讨论 我就会觉得如果省到的时间 是用来做test case code review 自我增值 都算是善用 另外如果你本身是工作时间太长 没了时间 那AI帮到你去争取休息 社交 或者是兴趣的时间 都是好的 总之我就不会盲目追捧 或者落乘抗拒 很多东西都不是应不应该用 而是怎样用 再说多次 以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个人见解 没有说我一定对 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认同 我也希望透过理性讨论 去令大家一起进步 希望你会给个like我 认同我的做法 也希望大家在下面理性讨论一下 未subscribe我的 都希望你可以subscribe我 支持一下我 今次的话题比较严肃 我平时的AI教学会精彩些 有兴趣的话 可以click这里看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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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